寂静深夜 女工被绑 嫌犯索要赎金一万元整 案情不断 结案再起 三桩案件之间适合关联 意外登门 难道昔日闺蜜为她设下完美陷阱 交易失败 王妃给出奇怪账号 究竟一遇何为 午夜北斗星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冯是河北省寒南市城安县某专场的工人 2016年7月2日凌晨一点 刚下夜班的他满身疲倦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他来到村口时 一辆倒地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他的注意 难道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受伤的人会是谁 老冯仔细端详着这辆车 却越看越眼熟 这正是自己儿媳妇小丽的车 这正是自己儿媳妇小丽的车 我说媳妇小丽的车 媳妇小丽的车在路上揉着 我说那快去找了吧 在近村的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小丽现在人在何处 就在家人万分交集的时候 老冯的手机突然响了 电话是用小丽的手机打来的 但说话的却是一名男子 老冯夫妇瞬间静呆了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张是城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一名民警 此时他和同事正在出警的路上 就在几分钟前 城安县小堤西村 刚刚发生了两起拦路抢劫案 小张立刻联系报警人老冯 但了解过案情之后 他开始怀疑起来 这个一万块钱 不符合这个绑架的这个思路 你知道吗 大事的精进就是命令 咱得瞎 信机又不能信机误啊 情况紧急 城安县公安局迅速调配警地 派出其他警组调查抢劫案件 而小张则立刻赶赴绑架案的现场 当时就已经快两点了 我就跟他说 马上过去见面说 小力暂时安全 绑匪似乎还没有对他的人身造成伤害 但是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 距离绑匪要求的时间 所剩无几 询问中 民警了解到 老冯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几天前 儿媳小力才刚从广东打工回来 没想到 他竟突然被人绑架了 一般这个绑架都是有预谋的 就是找好目标以后 还绑架 就是找这个有钱来呀 最新 小力的家庭条件如此借据 嫌疑人为何会选择他 作为绑架的对象 民警考虑 案件的背后 莫非另有隐情 这一会儿 这闻大人说话是什么故意 说的大人 他本领故意 本领故意 你说你不要报警 你要报警 你都比三家人来 两年半之前都到 不到 你都比家人来 我们就是完全丑字 通过这个家里边做工作 然后进行了解 自己丑人 包括村里边有没有矛盾 有什么其他纠纷 这些人员 也都全部都排除了 为了保证小力的安全 警方与家属上定 准备交付赎金 老房的妻子 赶忙四处套钱 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让这个小力老公公 跟这个嫌疑人 这个打电话 说我正在准备钱 借钱什么呀 我正在准备 这个犯罪嫌疑人 他是有一定的反正常手段 他打了电话 他就关机 而且使用的是 被绑架这个门的事 我们没有主动 和犯罪嫌疑人联系的机会 帮匪联系博上 而赎金还没有凑齐 时间距离两点半 越来越近 当时非常进展 也非常揪心 主要是大兴认知的打下 两点半钟一到 拿不到赎金的绑匪 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小力是否会受到伤害 寂静深夜 女工被绑 嫌犯索要赎金 一万软掌 意外当门 难道设下惊心陷阱的人 竟是他 那天去上班 就是替他们本村的一个女子去上班 实现将至 为保人质安全 警方将会怎样行动 蹊跷监控 如何找到画面外 一辆隐形的汽车 午夜北斗星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这一夜对于老冯夫妇来说 可谓是备受煎熬 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儿媳小力 竟然被人绑架了 绑匪给老冯 发了一个银行账号 让他在凌晨两点半之前 务必将一万元赎金 打到这张银行卡上 卡主究竟是谁 民警试图以此为线索 展开调查 但此时刚好是凌晨 警方与金融部门的沟通 同样需要时间 也许绑匪特意选择了 这样的作案事件 而且从他使用 小力的手机与家属通话 并且通话后 立刻关机灯举动来看 此人应当具备 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但是民警一直困惑的是 倘若嫌疑人经验老到 早有预谋 那么他又为何将小力 作为绑架的目标 而且之所要赎金一万元 我们分析啊 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的心理 他应该就是说 这个一万块钱数额不大 你把这个钱给我以后 受害人有可能不报案 一阴阴阅里有一种项粉 会不会存在其他情况 比如说 邦妃给小力就比较了解 是数二 询问中 老冯的妻子曾提到 儿子和儿媳在外打工 半年挣了万把块钱 而这个数字 恰好与赎金的金额相差无几 难道说 邦妃果真是一个 与小力或者冯家相熟的人 就是一个小力 他是刚从广州回来 没多长时间 就是连还没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那天去上班 也是替他们本村的一个女子去上班 就是他本来 他就不是在那个织布厂上班的 民警了解到 小力有一个好友叫小雪 此人是附近一家织布厂的工人 案发前一天 小雪找到了小力 小雪对小力说 自己家中正在盖房 一时走不开 但他又不想跟织布厂请假 于是 边求小力 替自去上一天夜班 小力从广东回来之后 就一直在家里陪海 但唯独这一天她独自外出之后就发生了意外 这一切难道只是个巧合吗 这个小雪让小丽替她上班了 也就是她对小丽那天晚上的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下班 整个行踪是非常了解的 她有可能不用他人给小丽实施绑架 不仅如此 小雪作为好友 她完全有可能知道小丽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情况 民警考虑 这起案件会不会与小雪有关 最糟糕的情况 其实当时我们想的是就是说害怕这个人跟小丽是认识的 就是她得到钱以后毁灭口 现在正是深夜 如果贸然对小雪展开调查 恐怕会打草惊蛇 可是两点半 邦菲就要拿到赎金 警方 该如何行动 该如何行动 下个的拖下时间 同时也一日为赞 工作在这应得这个机会和时间 两点三十分 邦菲准时打来了电话 邦菲打过来电话以后 就是说 钱打过来了没有 然后这说没有 这跟你凑呢 已经凑好了 他说 马上这种都会去跟你打 然后邦菲就说了 五点之前必须把钱打过来 然后就挂电话了 这一计策奏效了 警方调动多警种系统作战 利用一切手段展开秘密调查 人质的生命来的是第一位的 必须在这种时间上 自作选择 但同时呢 在用天王工程 发现他的行动危机 逃跑路线 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 找到了一个摄像头 通过调阅监控录像 他们果然有了一些发现 12点36分 一道车光照亮了进村的小路 但奇怪的是 这辆车并没有继续行驶 而是停在了村口 而那里正是老冯 发现小力自行车的地方 6分钟之后 有一男应语驾驶着电动三轮车时来 通过三轮车的影子 可以判断 就在他们会要骑到这辆汽车面前时 这辆车迅速掉头驶离了 莫非他是在刻意躲避汽车人 民警感觉 这辆不曾露面的汽车 十分可疑 民警连夜找到了那两名 骑三轮车的人 但他们只能回忆起 那是一辆面包车 而且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 可是这辆车 为什么会在案发现场停留了那么久 他当时都做了些什么 根据他这个轨迹吧 就是发现有一辆北斗星车 应该是就是那辆车 当前方的侦察员传来这一消息时 视频侦察座的民警 顿时吃了一惊 因为不仅是小张 今晚其他警族的民警 也在查找一辆北斗星汽车 强奸的那个现场就是 当时那个受罕人反映 就是也是一辆这个 说北斗星汽车白水 在这起绑架案发生前 警方还接到了两起 拦路抢劫案的报警 难道这三起案件 都是一火人所为 接下来 净静深夜 女工被绑 先犯索要输金一万元整 警情不断 结案再起 三桩案件之间 适合观点 节外生枝 是什么令书经交易 突然被迫终止 一波三成 来之不一的线索 却为何再不中断 午夜北斗星 天望暗幕正在播出 在绑架案发生之前 长安县公安局 还接到过两起 拦路抢劫案的报警 而且蹊跷的是 这两起抢劫案 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 这是一段偏僻的乡间小路 民警在路中间 发现了一排土丁 据被害人郭某讲 他在十二点多骑车回家 当他来到这里时 突然发现 前面路面上有一片反光 他说以为是水呢 以为是马路上谁洒的水 因为水到夜间之后 它也是反光的 所以他就过去之后 当时刚过去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 走了有二三十米 那个电车马上就没气了 就在郭某浮身查看的时候 一旁的草丛中 突然窜出一名男子 对他进行凹打 郭某挣脱后跑向了村子 据他说 他在逃跑的时候回头看 发现这名男子转身上了一辆 停在路边的面包车 这个郭某跟我们提到 说当时他被抢的时候 紧接着后边有一个女的 杨某 但是郭某他认识杨某 他们是一个村子 他说他也被抢了 据第二名被害人杨某反应 这天深夜 他刚下一班回家 当他骑到村外的这条土路时 突然从旁边窜出一辆面包车 将他别停了下来 车上的一名男子 伸手抢走了 他放在自行车筐里的挂包 当时杨某被抢的时候 郭某刚跑到村口 郭某也看见了 据杨某回忆 那名男子戴着帽子和口罩 因为有女孩子 对这个车型来说 不是很那个 我们就是给他 举了几个例子看一看 他一看 当他看到这个北斗星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辆车与在小丽家村口 停留的北斗星 会是同一辆车吗 调查中民警发现 抢劫案的案发现场 与小丽被绑架的地方 只相隔几百米远 而且抢劫案的被害人杨某 他与小丽是同一个织布厂的工人 一块下班出来的 出来之后 然后到这个 就是杨某他这个村的村口寨的时候 这个杨某跟小丽就分开了 民警推测 嫌疑人很可能是在抢劫完杨某之后 遇到了小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此前 嫌疑人居是拦路劫财 而他为何转而对小丽 实施了绑架 借第一个 没借到钱 打了人家两棍子 人家就还已经跑了 借第二个 就借到一个破手机 兜里边也没什么钱 相当的绑架 就是说明这个人 可能就是缺钱缺太极的 嫌疑人一心求财 不惜铤而走险 这不禁让人们对小丽的安危 格外担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确保人质的安全 警方决定 按照绑匪的要求 在五点之前交付赎金 然而 当民进小张和老冯 来到银行打款的时候 他们却惊讶地发现 这张银行卡 你说的是 基本上 extract 调查 核赎金 有数人 立即 社交付赎金 1 3 平 平 4 团 1 这一情况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 老方试图主动联系绑匪 但对方依然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五点之后天降转亮 如果邦菲居时还没有收到输金 他狠狠地会失去耐心 对小力实施伤害 此时不能坐以待毙 警方欲时间再跑 正在尽一切可能查找线索 尽管民警发现了几段监控视频 但由于这辆车遮挡了号牌 无法查询车主信息 能确定是北斗星这个车 然后它这个车右上角有三个年检标志 是两个方的中间加了一个圆的 并排了三个标 民警以此为特征 开始比对城南县所有的北斗星汽车 到底这个车 排账是多少 吃主是谁 吃主信心是谁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辆车竟然真的被找到了 发现就是这个车 是一辆被盗车 被盗吃主 也给我们提供不了任何情况 我们这会儿也确实陷入了非常 失望或者绝望一种 怎么办 偷走这辆车的人究竟是谁 他此时去向了哪里 线索完全中断了 五点钟的最后时间一到 绑匪又将做出怎样的曲动 寂静深夜 女工被绑 嫌犯索要赎金一万元者 结外生之 奇怪的账号令赎金交易被迫终止 人质获救 他到底经历了怎样漫长的一夜 一枚指纹 能否揭开嫌疑人最终真实面目 午夜 北斗星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经过大量的工作 民警发现 这辆北斗星是一辆被盗汽车 是谁偷走了他 而他又带着小丽 去向了哪里 通过调取天网也好 沿途调查反问也好 都不太理想 还有咱们锁定反对嫌疑人 这种手段使用起来 也不是多方便 结果不理想 说实在的 当时是 真的非常着急 凌晨五点 小张与老冯 试过多家银行之后 依然无法搭款 这个老冯的手机就响起来 响起来 但是这个号是个陌生号 就是不是小丽的号 令人意外的是 这一次电话中传来的 竟是小丽的声音 他说自己已经获救了 在几十公里外的危险 小丽浑身是血 晕倒在路边 据群众反映 是一个沉练的人 发现了他 随后 小丽借用起手机 给自己的公公 拨打了电话 危险警方给我们介绍 介绍这个说 在一帮医院送的过程中 这个受害人 就说了三个字 悲斗星 悲斗星 小丽终于安全了 但那辆北斗星汽车 去向了哪里 嫌疑人究竟是谁 警方马不停蹄 调取了沿途 多家银行的监控录像 但是由于此人 戴帽子和口罩 警方无法辨识其身份 医院中小丽回忆起 她在7月2日凌晨 下夜班回家 当她走到村口时 感觉有一辆车 从后面跟了上来 这个小丽这个当时 也没有 多大在意 但是她确实心里面有点害怕 然后就是加快速度 往回赶 进去了以后 然后呢 车就开刀的签本 就把她拦住了 车上下来一名 戴口罩和帽子的男子 在她的威胁下 小丽没敢呼救 此人将她捆绑之后 带离了现场 后来 这名男子从小丽的钱包里 找到了一张卡 他用小丽的手机 拨通了老冯的电话后 一万元数金 打到这张卡上 但是 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张卡片 由于长期没有使用 银行已经将其注销了 嫌疑人带着小丽 一路向卫线逃窜 途中 她多次取款未过 眼看此时 已经接近黎明 嫌疑人便带她 走进了一片树林 由于没有得到输金 嫌疑人用刀刺伤小丽后 便抛下她逃跑了 这名残忍的嫌疑人 究竟是谁 警方将银行的监控画面 给两起抢劫案的被害人 郭某和杨某 进行了辩认 他们非常肯定 此人就是那名劫匪 随即警方确定 这三起案件 并按侦查 此前 民警曾仔细搜索过 抢劫案的现场 嫌疑人留下的几个图钉盒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通过技术手段 民警终于提取到了一枚纸坟 经过比对 此人正是城安县的一个村民 陈某 去年吧 因为无中驾驶 被我们巡警 在上街的时候 给 采集了他的指纹 并且处理他 所以他的库里边 有他的档案 民警请小丽对嫌疑人 进行了混合辩认 她最终确定 陈某就是绑架他的男子 通过了解情况 了解他的住处 包括社会 家庭状况 社会人员状况 交往情况 在抓捕胡冲中 发现 前人逃跑 但是经过多方努力 嫌疑人陈某 终于在巨大的压力面前 投案自首了 经过审讯 他对自己盗窃北斗星轿车 并且实施 抢劫绑架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陈某在夜之间 连续疯狂作案 结果非但没有达成目的 反而令自己深陷淋雨 他荒唐的行为 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家庭 同时也给小丽 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只要是一个人出去 我就不能出去 就是有一种恐惧感 总觉得后面有个人要跟着 这样 这个案子发生过之后 可以说在我们城安和危险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可以说尤其是在城安这一块 村子周围 群众欲论纷纷 这案子在短时间内成功破获 确实是老百姓非常满意 相关的路段 再有交强了这个巡控的力量 并且现在在已经基本世界了 就是说天安工程 想弄出一家事 与此同时 单身女性一晚外出 也应提高安全意识 尽量结伴而行 或请家人接送 要避免偏僻和证明条件不好的路段 并且不要携带贵重物品 只有时刻保持警惕 才不会给犯罪分子 留下可诚之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廖南县 南1983年3月20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宾阳县宾州镇 顾名村委会 夏寨村五队108-1号 身份证号码452-123 1983-0320-1339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草原小城 接连发生入室盗窃案 案发现场的协印 和不完整的监控 成为警方破案的线索 茫茫人海 侦察员如何找到 妾贼踪迹 半个身影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